我也抵达 我知道吃起草酱了 今天天气真好 是真的天气 是真的天气很好 所以今天是你们有一个新团员要过来 对 因为就是孙芮她现在有事情 所以就暂时要找另外一位成员 来跟我们一起参加这期节目 哦 来了 她还是团里面比较有人气 而且又比较优秀的一位成员 哈喽 赵岳 你眼睛就怎么了 对 就是让我们无数人为之揪心的那个动静 我还以为她是 我还蛮性感的 眼角 那我们现在要直接去酒店 那边 让我们来看一看里面什么样的 这房间可以 但怎么也只有两张床啊说回来 那我住哪里啊 你就这里吧 你看这个 你们平时应该经常会住在一起吧 即使如此 我认为我跟赵岳两个人的吨位级 这张床还是有点小 看第二天写在床下了 我们看到这个房间 大的套房 我喜欢二楼 看着没 美丽的风景 捧着可爱的ABC护理包 没有小熊啊 ABC 活出健康美 活出健康美 而且它里面东西很多很少 那真的很方便 我本来准备想找你们借卸妆油的 我有很多卸妆产品 没问题 我以为你说我不卸妆 我本来不卸妆 没有里面还可以塞下很多东西 这是你的任务卡 又有任务 嗯 错不及吗 看一下 但它这个还要去前往方圣农乐园 我们还要找一下这个地方 给你打草上飞 就感觉有点危险 而且很高 有点危险 啊 无可 我真的在那里 哇 就在那个上面 哇 真的有点高 害怕啊 虚了虚了虚了 真的 我都看不到最下面 三个没有划过草的小姐姐 哈喲 哈喲 你们是老板吗 这个你们先挑选一下 我的天啊 我还有我的天 这个这是我本人 这个可以啊 这个有点可爱 那我想这个 对 蛮像的 给我选这个 那个我真的没办法 哎呀 等一下你们先决定一下谁先上 那第一个先看吧 啊 好 那这边先看 我 我不知道 我怕 胆小 我没有而哭 你有安全带吗 没有的 啊 我不敢 我不敢 我没有 我真的不敢 啊 妈妈 救命啊 我 无非了 你 你等会儿就手两边抓紧就好了 啊 我怕 接 接 接 啊 你先 啊 啊 我 我的天啊 我要死了怎么办 啊 你手啊 这两 抓到这两边 抓到这两边 然后你脚我牵 不是 对对对对 对对对 啊 你不要牵我 我不推你 不推你的 你就 我等会儿 直接给你放下去就好了 你等会儿这两边 你等会儿到中间 你手不要放开 没有安全感 是因为它没有安全带 就是一个盆 也没有就是可以抓的把手 感觉更害怕 我真的不会死哦 不是agneel 假的 丑 你赶快 それは出品的 又说连你 说特别港 众肚子 再arias ? 诬灵 久啊 说特别港 我不在乎 我扶一下 你扶着我 因为我现在膝盖有点不方便 我帮你扶着 不要哭 我什么表情啊 然后嘟嘴 就是这样 这样这样 我给你看 你看我表情 你看我表情 你脚我 你脚在顶住 顶住 不是 你看看我 然后对 两边 我看这边两边手摘了 然后 抓着肚腿 你的表情是要保持全球 脑海里面会有那个想象的 我欺负人 好了吗 好可爱啊 你还好吗 怎么样 我觉得是一个解压的东西 你其实你一开始坐在那个车上面 往下看的时候 你会有一点点紧张 好像真的是有 他很快乐 恭喜你们完成了挑战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赵岳是第一名 那接下来你们就是会前往文元四层那个民国印象里面去 特权的话先保密吧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出发去四代四层 我表情知道你的特权什么 可以第一个进门吗 什么的 我们有机票 我们来是要来完成任务的 我们来是要来完成任务的 六五四 六五四 好厉害哦 梁加班 梁加班 好厉害哦 可差 没有 全是一名 干嘛 这么多 来 入了 这两个 Muse 帅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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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s 这舞是真的要功夫的要力气超大的 你让我就是瞎灰 好像拿个杀金那点飞 可以 待会要去的那个店就在前面 我们要去什么店 你知道了 就是一个 因为任务我还不知道 但听说这次的任务没有那么惊险 好像是需要美的那种 真好啊 那快乐快乐 好游行哦 什么店 民国印象 这是学家啦 这是学家店 你们好 欢迎光临 无缘师承民国印象 所以 我们为你们准备了三套民国服饰 是我们要穿吗 对 你们上一个任务谁得了第一名吗 恭喜你 你可以首先挑选哦 所以他的特选就是可以第一个挑选民国的衣服 那个蛮适合你的 就气质比较清新一点 那我们就选好了 那我就是这件 你是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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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然后三位请到这边化妆 这是我们文员师承的江城主 现在由他带领 您是城主啊 对对对 我是城管 江城主 好 来 咱们几位家人这边请 出发 出发了 其实以前的这个千岛湖这个古诗城呢 真正的古诗城呢 现在其实大家是看不到的 因为它在哪里呢 因为在水下 湖底啊 在水下 我刚刚在那边看水下古城 对 进入城门 好 来到这个 我们这边有一个 对这个画我看了很透 对 然后这里呢还有很多的 你们可以猜猜猜猜在这边干嘛的 镇宅 不是 以前的这个交通工具 主要靠什么 燗码 酸码 这个不是吗 这个好像 这个是以前 这边的房子呢 老百姓的房子呢 一般比较有钱的人家门口呢 都会吊个灯笼 或者是刮个木牌 可以感受一下 就是以前师承的这个模样 就这边你看 绷的 经常都会坐在房屋后面的这个靠椅上 这个叫美人靠 哦 美人靠 对 听说过以前这家楼上也有 也是穿着旗袍 然后这样非常优雅地靠在那边 我们这边就来到了 我们这个文渊诗城的这个湖边 新加坡一个国家的国土面积 这么大乐道啊 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了 文渊诗城跟着城主游览了这么多地位 所以我们下一站 吃饭 这什么东西啊 你介绍一下 饭又让我觉得回到了我原来的美食主持人的困层 想要好好吃顿饭 本美会哪 但是万一遇到不爱吃的东西啊 但是说实话 肯定会遇到自己没那么爱吃的东西 爱吃的东西特别单一 我也单一 就是 果果很喜欢吃 我第一次吃椰子鸡的时候我疯了 我想说这个怎么吃啊 椰子水里面煮这个鸡 不自觉地想吃一些清淡的东西 但是后来当了美食节目主持人就没那么爱吃了 因为有时候一个月要拍四架椰子鸡 椰子鸡你还会说出不同的口感 然后我就会说 嗯这个鸡真的不一样 它是走地鸡 这个鸡它有在健身 这个鸡判断是鸡的鸡 你带着工作的心情吃 你就没那么放松的心情了 就不会像现在这样 因为你自己吃 想吃你就吃什么 你在电影就不好看 你可以走人 但你在美食节目不一样 我很开心做美食节目主持人 我很爱吃 好 不错 好 对 一只小猪猪 看我的 我觉得简洁的也很好 但是如果有选择空间 还选择更可爱的 就大概一周以后吧 大家才好去皮外 然后在跑步的时候 一下子失去意识 然后我自己就会吐槽自己 摔倒之后会不会有人说 你是故意摔倒的 真的吗 对 会有 摔那么惨 你不会是故意摔倒的 没错 那你有回应他们吗 没有 不会的 那就是少不稳人 我们还是要为更多爱自己的人 不过现在就 它一切都往好的方面转 对 挺好的 而且脸上这个伤 也就一点点挺有风味的 你看过那个风云 雄霸天下 你就是一个第二梦 你知道吗 不过我想知道 如果你们 如果不去做偶像的话 我最近最想做柜姐 对 我去买东西的时候 就是我在一楼坐着 然后进来一个客人 说什么服装在哪里 然后我就说二楼很自然的 二楼 然后他问这个东西 哪个比较好的时候 我心里想 这一季所有的商品 风格我都了如指掌 我来给你介绍啊 这一季是取自什么什么东西 什么什么东西的风格 带有什么鲜明的色彩 我好想说啊 那个柜哥 他说了一个 我觉得这个比较保值 因为这是经养 你觉得他形容都不够带感 是吗 但是说的是 你只能用我们这个 指定的什么什么产品 什么什么产品 然后这个产品 一无所知 而且也不说悬灵 你买吧 买吧 好困 要不要睡觉 要 好 晚安 晚安 早点休息 拜拜 太辛苦了 拜拜 想和我拍出一样的爆款小视频吗 那就扫描屏幕小评室二维码 或者是打开搜狐视频 急速拍拍攻略 所有技能 一次get 有熟悉的发卡 有陌生的赵月 也是换了一种心情 好可爱啊 三个人难忘的一天 我们穿了旗袍游试诚 虽然很好看 但是so cool 拥有同样的特质 话题就可以建立 他们都拥有一股 傻傻往前冲的勇敢 希望这份纯真的勇敢 可以一直追随着我们 就像今天的蓝天白云 一样的干净 千岛湖水 一样的清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